里面有这篇题对吧 这篇题里面啊 这个97同学那时候给你们做了 咱再看一遍啊 819同学说没看呢 下面这 下面这段GS代码执行完毕后 XY值分别代表什么 这题给出的是 Word一个X等于1 Y等于Z等于0 然后FunctionAdd Add呢里面有个参数 能看清吗 然后ReturnN等于N加1 Return 也就是ReturnN 然后先让这个N等于N加1 对吧 然后接下来 Y等于AddX 然后再来一个Function定义 AddN 里面唯一的区别 就是N等于N加3了 Return的 然后最后Z等于AddX 那这个题啊 最后的结果 他问XYZ分别是什么值 经过这系列的运算 这记忆天也太懒了 这点才起床 这是灰龙教吗 哎呀 行了大哥 表现一次得了 来二选 X等于1Y等于4等于4等于4 对吗蓝树 蓝树 对啊 为啥对 第二个函数覆盖的第一个 这考虑啥问题 一边一吧 一边一的话 函数是不是得提升 函数提升符合什么样的规则 第四步对吧 第四步的话 他先会找函数声明 把函数声明的名 变成这个AO的一个属性名 对吧 变成AO属性名 AO值是什么 值是不是就函数体 那有两个函数 起着一样的名 是不是后面的函数 肯定覆盖第一个函数 对吧 所以说 你别管这个函数 定义的位置在哪 最后他先会被提升吧 先会被提升之后 他的位置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最后 无论是你Y等于A的X 还是Z等于A的X 掉那个A的函数 是不是都是一个 对吧 所以最后都是4吧 就是下面这个 百度的一次年的一个题 然后阿里巴巴体 阿里巴巴体 考的什么呢 咱先看第一个 能看行不行 没了 这鸡每天早上清清嗓的吗 看这 FunctionFO 等于X FunctionFO里面有一个形参X 然后内容体呢 是ConsularLog Augments ReturnX 然后后面写的是 FO执行 后面小括号里面写 12345 能看清这吧 12345 就把12345传到里面来 然后这个Augments 就是试参对吧 那打印这个试参 应该是12345的数组 对吧 12345的数组 那这个问的问题是 下列结果 ConsularLog 12345的选项是A 是不是肯定对 是奔向都是对吧 然后看B B还是跟A一样 定义函数 只不过在这函数 后面直接加了一个小括号 后面写的12345 他是不是想执行这个函数声明 对吧 意思是想执行函数声明 能执行吗 是不是执行不了 但是报错吗 但是不报错吧 为啥不报错 二旋知道吗 对对对对 给你们讲了 行 我都说了 那我就不写了 都说不行 本质上呢 如果说你把这个小括号 你要写到这个函数声明 后面的话 它是一定会执行这个函数的 但是它又执行不了 所以肯定报错 对吧 但如果你把小括号写到后面 里面又写了点东西 它其实最想识别的语法 还是说执行这个函数 但是它一看执行这个函数 它是不是执行不了 执行不了的话 它就会先默认 所以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出口 能导致你不发生错误 对吧 发生错误就是终止程序 能不能不发生错误呢 它一看 括号还可以 把这些数捲到一起 对吧 把这个数捲到一起之后 它就相当于给这个数 加一个数学运算的括号了 它就不当做 它就不当做函数执行了 对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报错 这是一个小知识点 但是这题无论报不报错 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它问的 问题是哪个结果能输出 反正RB 你怎么觉得咱就输出不了 对吧 怎么赖它都输出不了 但咱说一下这现象 这是不报错的 C 利益之音函数 里面传个12345 这回利益之音函数 是不是放小号里面能执行 对吧 传进去之后 是不是Argments还是12345 对吧 利益之音函数 第四题 第四个 第四个咱写一下 Function Fo 画点 点Apply 然后 那 来绿小城 谁要绿小城吧 那个说一下Core和Apply的区别 区别传算列表不一样 作用呢 改变对子指向对吧 改变对子指向吧 行吧 咱看这个题啊 哎我说一个这个 我说一个写法上的问题啊 咱说每一个这个语句的结束 基本上都加一个分号 作为这个语句结束符对吧 然后有些语句就不用加分号了 比如说衣服 比如说Function 比如说Function 能看到吧 我写的时候你按照我的标准写就行了 我写的基本上 除非我一边说一边写这个这个 手和嘴 他不协调 否则的话 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标准的啊 按照我写标准来就行 看这啊 看这 呃 它是一个连续的方法交用吧 首先定义了两个方法 一个Fo 一个Bar 然后Fo里面呢 先说Bar里面吧 Bar里面是ConsularLog 他的Argments对吧 然后Fo里面是Bar Apply Bar apply就是让Bar去执行对吧 然后Apply是不是改变这次指向 但是这里面不涉及这次的事 所以他第一位传的干脆就是Nan了 我也不指望什么你改变谁的This 传个Nan 我就是想让你执行对吧 然后后面传的是不是Argments 换句话说 这块写的和Bar执行Argments 是不是没啥两样了 对吧 是不是直接这么写没啥两样 只不过再秀一下 不对吧 秀一下 保存 然后看一下 最后的输出的结果 这个Argments是哪 这个Argments是哪 准备一下 1235确定吗 你不确定吗 不确定 犹豫了 你觉得他说的有问题对吧 你回家跪着去吧 来看看啊 打一个Argments Argments里面1235吧 对吧 Argments啊 再刷新决量了 1235 对吧 看人家很坚定啊 事实证明你确实适合学英语 他确实是 他确实是个学这个 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啥问题吧 很简单 他做了一个猜数的一个传导 怎么参数传导呢 首先这个FO他虽然说没写行参 没写行参代表参数传品讯吗 不代表吧 是不是实参里面 实参列表里面传实参呢 这个Argments代表实参列表1235对吧 然后他把这个 这是他自己的Argments 他把这个Argments当作参数 又传到了Bar里面去 所以Bar现在有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数组 就是Bar里面有一个实参 是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数组呢 又放到他的Argments里面去了 那就相当于把1235 是不是打包了 又传到Argments里面去了 所以Argments里面 存的还是1235吧 对吧 这没问题 就导了一下参数啊 就这块写了不赖 没啥意思了 你直接写不就完事了 就像我刚才写的一样 往下走 往下走 水平垂直之中 再说一遍吧 咋做 我这一套文本 需要水平垂直之中 一条形 嗯 什么 马上击他 不对 他说我是一行文本 需要水平垂直之中 文本 单行文本 水平垂直之中 在容器里面 打动我回去 嗯 大的声 LineHide等于啥 2等于Hide 然后呢 LineHide Hide是水平还是垂直 垂直好像水平 水平换一下怎么去 MARDI AUTO 那不行 对文本来的包是 那个对块元素好吃 来增上 忘了水平再去中了 来 那个那谁呢 加清了 加清了 哇 那胖子没来哈 那个杨虹膀 爱酸酥啊 酸本 来来去说吧 给个答案 啊 啥赖子呀 来请教 哎呦我天 就这一个手机都忘了 来往卫说吧 啊 Tax Line的是啥 是不是Tax Line Tax Line Center吧 Tax Line不是一个 朝哪对齐的问题吗 左居中 右居中 和中间 那不就是处理文本的吗 Tax Line T-E-X-T Gar A-L-I-G-N 忘了 忘了 还是忘性而已 平时多看看广告 过年的时候得吃点脑白金啊 六个盒头什么都行吗 真愁人 还愁死了 来看这啊 Percent 这题考是啥 考Percent 你弄吧 Percent 咱说Percent 前面这一位 是要转化的这个数 对吧 后面那一位什么东西 第二个参数 叫RedX基底 对吧 基底是干嘛的 控制禁制的吧 是以什么为什么 转换为什么呀 以后面的目标禁制为基底 转换为始禁制吧 是不是这个八禁制是他的 就是他这个三会当成八禁制 对吧 那三八禁制的三 转换成始禁制是啥呀 还是三吧 还是三 那第二个Percent 三多号二 来 那谁 黏鹏呢 黏鹏来了吗 来第二题结果是啥 二一只没有三 那结果是啥 对吧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特殊的 不问了 第三个大家说一下 第三个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我忘了我前面强调过 应该强调过 我这个Percent 后面那个基底 它正常的一个区间 是二到三十六 但是有一个不正常 就是零 你要写零的话吧 有些计算机 认为它是错的 因为根本不可能零禁制 一禁制都不可能 有对吧 你要一禁制的话 是不是全零了吗 一禁制是不能有一 二禁制不能有二 对吧 你要不能有一的话 那这东西没法表示 一禁制就不可能有 零禁制是根本不可能 对吧 有些计算机里面 有些什么计算 有些浏览器里面 比如说IE的老班浏览器 你要这么写的话 报错 根本就不行 报错 有的也不会报错 有的是NNN 但是在正常 咱们现在这种高级浏览器里面 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谷歌浏览器 你要写个零禁制的话 它还真能识别 零禁制你写上 它认为你写零 那我认为你没写好了 它就把零认为成十了 那懂我意思吧 就跟没写一样 所以你写三的话 它还是三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答案吧 那就 它就有两个了 你是选other也行 你选ce是不是也行 对吧 禁制 嗯 禁制我们要对我们的讲 啊禁制啊 好 来啊 同意讲一下 同意讲一下 禁制这个东西吧 它挺有意思啊 比如说大家都有个查数的标准 正常人的查数标准呢 123456789 然后就是10对吧 然后就是10 这正常的 123456789 然后是10 然后是什么 然后就不是个位数了 是不是咱正常人理解 就是正常咱们生活中理解的哈 1到9 这是个位数了 然后你要在9的基础上再加1 是不是就变10个了 10个和10是一个东西吗 听我说10个苹果 我给你10个苹果 然后咱就写出一个10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 10个苹果 那就是10个苹果 这个10 代表的只是10进制里面的技术 10 那那种意思吧 比如说10个苹果 我想表示它的10个的数量 按照10进制的数量表示 那就是10 因为9 加1 在10进制里面 叫10进制里面 它就等于10 这正常生活中咱们用的吧 但是比如说我们的进制是11进制 是11进制的 那9加1 它也等于10 但在这11进制里面 这个10还算个位的 所以它在个位的为了表示这个10 它就给它变成a了 就是这属这个a代表10 然后a呢 再加1 是不是代表11了 11进制和10进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满11 我要向前进一位 向10位进一位 那么对吧 所以a加1的话 这会变成10了 所以在11进制里面 这个10 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11吧 是不是代表11 然后咱们通用的吧 没有那么复杂 通用的就是一般 10进制 16进制 2进制 16进制是什么呢 16进制是9 上面再查 16进制里面的10是 a 然后11是b 然后c d e f 这个f代表15 什么叫进制 什么叫进制 满足一个数 它要从个位变成10位 这就叫进制 那么对吧 满一个数之后 从个位变成10位 那也比较进制 比如说10进制 10进制的话 就是满10 它就要上 满10的话 它就让个位变成0 让10分位变成1 那种意思吧 然后16进制呢 就是满16的话 它让个位变成0 10分位变成1 所以 f再往上 那就是10了 所以10 16进制的10 这个10可不见10 这叫16进制的10 这个10 它能代表的真实的数 是16个 比如说现在 我给你个16进制数 来 我整理一下 诚哥给你点苹果 10个苹果 16进制的 其实我给你的是16个吧 能弄一个吧 不是10个苹果 是不是16个 因为16进制嘛 对吧 比如说给你f个苹果 是15个吧 我给你f个苹果 31个 31个吧 小课31个 来 我问你个问题 10进制 回归10进制 我给你19个苹果 那是不是就是19个 你看是19个 但19个怎么来的 你是10加上9的 是不是10加上9 10位加各位吧 这不10位 10进制嘛 对吧 这不10进制嘛 那我给你16进制的1f个苹果 咋算 你是不是也是10分位 算上加上各分位的东西 10分位加各分位 10分位的1代表 16吧 是不是各位的f代表15 所以就是16加15 OK不 OK吧 然后再有一个经典的 就是咱们的2进制 2进制它最佳的迷幻 对吧 2进制 什么叫2进制 买2它就可以往前进位了 买2就可以往前进位了 对吧 所以2进制的1 那就是1对吧 2进制的 2进制里面有2吗 查不到2 是不是就往前进了 所以2进制的10代表啥 2进制的10 是不是代表2 对吧 那2进制的11呢 2进制的11呢 2进制的113 那再来一个2进制的100呢 来个简单的规律 来个简单的规律 这个东西吧 你不能说 你再往后算 那我再给你个100 你咋算 大家脑子里受规律的 对吧 这个时候数学老师教了 怎么说呢 2进制的东西 不管是几进制 不管几进制 比如说10进制 咱一看10进制的规律 10进制的1 是不是就是1 对吧 10进制的1就是1 10进制的10呢 是不是就是10 10进制的100呢 这就不是10了 叫10的平方数吧 是不是10的平方 10进制的1000呢 是不是10的三次方 10的三次方多吧 10乘10的100吧 100再乘10 10个100再加 是不是1000对吧 然后10进制的1万呢 等于10的四次方吧 对吧 所以这个10进制的几 比如说10进制 有几位数的10进制 其实打头位 就是多少次的方 比如说有三位的 就是10乘也 就是10的二次方 有四位就是10的三次方 这样就是10的四次方 就看我几个零 还有几个零是蛮事的 那二进制和它类似 二进制的1那就是1 二进制的 二进制的10呢 是2 二进制的100呢 是2的平方 二进制的1000呢 是2的三次方 二进制的 这么多个零是2的 四次方 2的四次方 你知道咋来的吗 知道咋来的吗 往后成 咋来的 那个正义博回头讲清楚 行了 这么来 禁制 禁制 完事 然后接下来往后 往后 以下哪些是JavaScript比原 台报可能发挥结果 来 考一下吧 考一下吧 这种基础的问题 不允许不会啊 这不会以后跪着上课 猛者啊 拍头 台报反过 这个结果是什么 那么不安递饭的 嗯 听到朋友说了 以后跪着上课吧 下次再给你个机会啊 再不会你看着啊 以后给你拿瑜伽垫来 文讲 这是基础问题啊 这种基础问题 就好比啥呢 就好比哪六个值 可以 就好比哪些值 可以转换为false一样 能弄意思吧 这是必须得跪的 这是基础 你这不跪 你怎么 怎么变成啊 这必须得背的啊 那个名爽来了吗 名爽呢 什么爽呢 啊 不会啊 许鸿飞呢 答的挺流畅的 但错了一个啊 过去 嗯 还差仨呢 还说战营 战营 答的事 答的事 四不串 数组 啊不在的 然后还差 啊 啊 还有啥 啊 韩数 那个 看看啊 韩克星 还说对吗 啊 没有数组 啊 来 那你说一下 嗯 嗯 嗯 倒是第二个 说的啥 布尔 布尔啊 那个 嘉诚呢 由阿诚 斯俊布尔 字符 欺负我不懂英文呢 你这是 翻译过来给我听是吧 来 谁有点自信 直接站下来说说 诚哥 我说的肯定对 来 谁有点自信 举个手我瞅着 你说我知道什么 来 来给大家报个名 年金卫 啊 年金卫 年金卫 啊 来 来 来 证一波 对吧 先记住三大基础值 三大基础值里面 布尔类型 字符串类型 数字类型 这是必须的 对吧 然后再加一个安地范的 对吧 这五大原始值里面的四个 它能识别出来 对吧 其中有一个原始值的识别不出来 叫none吧 none它把它归到对象里面了 这是历史一流行问题 是不是说过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四个再加一 是不是加个object 这是五个了吧 还剩一个是谁 咱讲了那么多行课的函数 方身 啊 还剩一个是方身 OK吧 再说一遍 string bolling number undefined object和function 一共就能返回六个值 能懂得意思吧 一共就能返回六个值啊 事实获得你们复习不习啊 行吧 那这个哪个对 13对吧 是13对 这加热还是大二的 对吧 学学啊 还是这态度 来 这回看这道题吧 call apply方法 做什么的 区别是什么 改变这个指向 区别就是传算列表不一样 对吧 传算列表不一样 这题看 看一下啊 再看一遍 方身币 方身币里面有参数 xy a 然后呢 第一条语句是 arguments 2 等于10 第二条语句是 alert alert 就是 弹出话的意思啊 弹出话 然后呢 执行的时候传了123 比如说 实餐和行餐 基本上相对应了 对吧 没有什么空缺的 然后 arguments 2 是不是代表了 实餐第二位 实餐第二位 就是行餐第三个 就是a 对吧 arguments2等于10的话 占一a 它俩有关系吗 arguments2和这个a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韩星月 刘星月 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真没关系吗 还没找呢 又有关系了 映射关系啊 那个李欣来了吗 啊 是 复习到这了吗 没太记住啊 来 明川 嗯 没关系 这么简定啊 你们都啊 王强 有关系 来 来一点 对对对 有关系 有关系 为啥有关系 嗯 他俩的关系是什么 映射吧 是不是相映射关系 好了 我这讲述不说了吗 我是实餐列表里面的实餐那个位 和行餐有值的那个位 那是相互映射的 他俩虽然不是一个人 但是他俩保持一个关系 你动我就动 你改我就改 对对吧 所以现在你给 Argments 2改成10的话 那个A也是变的 是不是也变成10了 对吧 你别看那一开始传的是3 但是他就会变成10的 那反过来 如果你变A的话 你打印Argments 2呢 就像下面这块 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打印出的也是10 他俩就是你变我也变的关系吧 对吧 但是再强调一遍 他俩是不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吧 只是有映射关系啊 好了往下看 最后一道题 就是咱们那个了 这个我是不是说过了 昨天对吧 然后 这个作业里面 是不是都讲了 就这home work里面 应该都讲了吧 都差不多了吧 我去这里 是不是差不多了 这个 应该都讲了吧 都讲之后 咱看个其他题啊 这题说过吗 说过吧 这题 说过吗 奖励 啊 97没说过对吧 应该说一遍吧 说完这套题 基本上拉齐了 大家都讲了 应该该讲都讲了 听过图片就再听一遍哈 看看你想的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F第二个G对吧 FG 然后呢 然后第一个里面 return1 第二里面return2 然后立即执行 最后typeof typeof是啥 typeof f 行了 最后问你typeof f 它的这个类型是啥 这题先看哈 咱怎么看这道题 一个括号里面 放两函数 然后执行 首先啊 这题给大家铺垫一个基础哈 咱们有一个操作符 咱们有操作符叫逗号操作符 比如一逗号二 它有个逗号操作符哈 这个逗号操作符干嘛呀呢 比如说你一逗号二了 它会先看一眼前面的 然后再看一眼后面的 最后把第二个返回回来 比如说一逗号二的结果呢 就是二 同意怎么 一逗号二的结果 那就是二啊 那就是二 对吧 那现在我想让这个nam等于一逗号二 那最后nam应该是啥 应该报错 为啥报错呢 因为你不写括号是不行的 你不写括号是不行的 这样你要写一个等式的话 你就必须把这个东西给扩起来 你想用逗号操作符的话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扩起来 否则的话他认为warnam等于一 逗号二什么东西了 这是不是相当编量声明一个逗号 对吧 是不是相当那个逗号 它会识别混乱的那东西吧 如果你想要的识别为语法的意义的话 你一定得注意放到一起 会不会发生语法混乱 会不会发生语法混乱 所以这块的时候 你想那逗号运算符 这个实现操作的话 加括号 加括号 那这样的话nam应该得啥 那么得啥 是不是得二对吧 得二吧 这个逗号操作符和咱刚才试那个是一样的 这是不是也是握一个F 握一个F 后面是不是跟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不是一个逗号 隔开两个函数 那他最后会把谁返回 会把这个二 这个方称G返回对吧 方称G返回之后 是不是后面跟着一个大括号 其实返回之后就变成啥了 变成这样了吧 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被括号扩起来 后面执行是例证函数 例证函数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要返回的是 二吧 是不是F变成二了 他还抱不F呢 number吧 OK啊 中间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大能的 他俩 他俩不一样的名 谁说的 那 不是啊 你这一个括号里面 你要写出这两个东西来 他不行啊 他不合语法啊 一括号里面只能写一个函数对吧 不合语法啊 来 往下看啊 这题是不是讲过 这题讲过吗 再来一遍啊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题啊 X加等于type of F 然后最后问X是什么 咱明天放假知道吧 明天放假休息一天啊 后天继续这个时间上 后天 这题结果是啥应该 他问你最后X是什么东西 就是console logx 这题是什么东西 就是 这题是什么东西 好 谢谢大家 马瑞龙呢 马瑞龙也没来哈 叫一个嘴 傅浩然也没来的 傅浩然请假了 马瑞龙也请假 你今天请假这么多呢 来吧 讲一下题啊 有能看到我的吗 应该等他结果 一按捏饭的 都会啊 挺好啊 那个 蓝讯会吗 九七没讲的对吧 你摇头代表官方吗 是没讲吗 先来讲一下 讲一下 头一次监定 还监定对了 挺好 那咱看一下 这题啊 首先他出的 很不符合语法规定 但是他这么出了 咱就看吧 他咋出的呢 他说这个if 后面加了一个function 他把这个if 括号里面写了一个function 对吧 括号里面写了一个方程 咱说了 咱说这个括号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但凡能把这个function 变成表达式的 是不是这个function 都会自动的忽略 它的引用 就一旦这个function 变成了表达式 它是马上就可以 被立即执行了 但是相应的代价也是 它再也不可能 被人找到了吧 对不对 就是他这个名字 没有任何用了吧 虽然说这个if 里面写个function 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但是他确实能写到里面去 能写到里面去的话 这个if这个括号 表面上是作为一个 条件判断的括号 给它圈起来 对吧 实际上括号 还有自己的一个用途 就是能把里面的东西 转换成表达式吧 那先给它 转换成表达式的话 那无论怎么怎么转 这个function 肯定不是那六个 能转换成force的之外 所以是不是结果一定是处 对吧 结果一定是处 处完了之后不要紧 它又加上一条x 肯定会走到里面去 对吧 x加等于type of f 这数的type of f 这数这f是啥 这数f还有吗 因为你加到括号里面去 这f找不到了 是不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之后 f是不是 f is not defined 对吧 那f is not defined 正常换在其他地方用 是不是肯定报错了 但是唯独放到type of里面 是没事的 对吧 这type of可以写空格 可以写括号 这我不用说了吧 对吧 两种写法 唯独放到type of里面 它没事 它能返回出undefined出来吧 所以x原来是以1 加上字不串undefined 最后就等于 一样的范的吧 对吧 ok啊 好 这题啊 这题 就这么瞅瞅吧 这题换我的话 不会这么出的哈 因为这个 衣服里面写东西 确实挺恶意 从来没有人这么写过 有病吗 咱看个拥有的题吧 这些咱都知道了哈 来 再考了这道题啊 这题我记得我问过无数遍了 对吧 问无数遍了哈 那个 问那个谁呢 王旭吧 王旭吧 来 undefined等于难吗 第一个 双等啊 等于吗 嗯 真等于啊 等于吗 任何语 不等于 确定吗 确定吗 那个 那个 留下 等于 等于还不等于 等于同学举个手 我收了 嘿嘿 一半一半 好 这周全等于 这周全不等于哈 先放一半 那等于还是不等于啊 哎 我上课的时候 是不是特意讲过一个 特别好玩的现象 我说安逆范的 和这个难这个值啊 他俩 这个俩非常有意思 你说安逆范的大于零吗 不大于 小于零吗 不小于 等于零吗 他也不等于 他全是false 对吧 无论是大小等于 是不是全是false 和他类似的 还有个值是难吧 难大于零吗 咱看一看啊 想起来了啊 安逆范的大于零吗 false 小于零吗 false 等于零吗 false 对吧 难 大于零吗 不大于 小于吗 不小于 等于吗 不等于 后来咱说了 这个俩一瞅 咱俩挺像的 那咱俩相等吧 这句吧 他俩是不相等的 但他俩绝对等于吗 绝对等于 必须是照镜的 对吧 一瞅咱俩一模一样啊 那就绝对等于了 对吧 一模一样 但是有一个哥们 NNN 绝对等于NN吗 不等于吧 这哥们一起眼 连自己都不认识 对吧 就是有隐身类型转换 他等于 他都不等于自己 对吧 这题考到这就没意思了啊 A子NN100 结果是啥 是处吗 A子NN100是处吗 是处吗 啊是 这个A子NN是什么意思啊 是否是NN吧 其实标准的意思是 你这个数经历了 Number转换完了之后 是不是NN 对吧 是不是应该这个意思 那A子NN中间签ABC呢 处还是false 最后处了吧 他肯定会先把里面东西 扔到Number里面去 是不是经历一个 隐身定型转换 对吧 因为这是隐身定型转换嘛 然后再比对 和NN比对吧 哎不难有个问题啊 假如现在我们学到这了 我就让你写一下 这个A子NN的方法 你咋写 我让你写A子NN方法 咋写 那不简单吧 来 里面传个菜 传个NUM对吧 传个菜 然后呢 我这个调用Number 把这个NAM放进去 对吧 然后求结果呗 对吧 结果RET 然后你咋告诉用户 是对还是错的 传个 一旦这个RET 等于等于NAN的话 我就给它返回 出 是这逻辑吗 逻辑是不是这逻辑 逻辑是这逻辑吧 斜法这么写行吗 你要这么写的话 永远都被它返回出了 你和NN比对 咋能比对成NN啊 不可能吧 那系统是怎么比对的 它也得写成方法吧 它写成方法 它怎么比对 哎 求来一个结果 它怎么就知道 这个结果是NN的 咱已知 你这个等号放到NN上 是绝对无效的 对吧 那咋整 哎 对了 咱是不是可以转换的字幕串啊 你不是得NN吗 那我现在让你RET加等于一个空串 即使你是NN 你是不是变成NN的串了 然后我再比对 你这RET是不是等于NN的字幕串 字幕串你不用感受我对吧 字幕串等于字幕串是不是行 然后这样的话 是不是返回处 是不是 然后Ils是不是返回FORCE 这么写是不是对价 咱试一下好不好吃啊 咱叫My isNN My isNN 里面填个ABC 是不是错 里面填个123 是不是FORCE 就和那个一样了吧 是不是一样了 然后往里放NN呢 往里放NN呢 这必须出 你放什么形式NN它都出吧 你放这形式是不是也出 对吧 这是不是和系统的一样了 是不是这么显 有一种探索能力 然后你最后一个呢 Percent 那结果是啥 付出来了吗 那个最后一个结果是啥 你先说PercentEA应该得出啥 得啥 得一吗 得一对吧 得一 是吧 然后这个得出一 是不是数字类型一 然后那肯定等于一对吧 肯定等于一 嗯 好 那你去吧 你去吧 嗯 你做什么 啊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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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啊 你做哪个 C啊 然后呢 对啊 把NUM外面加一号 哪儿啊 在这儿啊 你这么来 这么来不扯吗 这不是 扶着回把课补一过 不对 来 好了 然后咱继续往下看啊 继续往下看 嗯 问大家个问题啊 这题我觉得出没啥意思 123等于等于123吗 是必须得对吧 来 再问一个哈 这叫啥 对象吧 等于等于对象吗 来 来 兄妹 老男的俩 老那么开心 你跟一个男的至于吧 相等吗 不等 相等吗 这个 长得都一样 不相等吗 肯定不相等 对象和对象 他比对的是啥呢 你要原始值和原始值比对 那只能是比对值了 对象是一个对象 代表一个房间的 这是俩房间吧 虽然他外表长得一样 但是没有用吧 这回长得一样 说没有用 对吧 因为人家是有一个房间 人家是引用值 你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 你看起来格局是一样 但他毕竟是两房间吧 所以他肯定不等 对吧 肯定不等 就你记住啊 引用值 他比的是地址 地址一样才相等 能懂我意思吧 地址一样才相等 就是这样写的话 OBJ等于个这样的话 OBJ1等于OBJ的话 这样OBJ1等于OBJ吗 等于OBJ吗 这样等不等 那必须等啊 俩人都只想一个房间 还不等吗 对吧 他俩绝对相等吗 绝对相等 都是一个房间了 干嘛不绝对相等 比的是地址 能懂我意思吧 引用值比的是地址 比的是房间 所以一定注意 OK往下看 请阅读以下代码 写出以下程序的执行结果 我是不是这两期 从来都没讲 八七九都没讲这吧 这个结果咱说一下吧 哎呀 又有this this是必须咱讲完的 咱这样吧 先讲this吧 讲this再讲这个 行吧 讲新课 this 这个this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单独的知识块 这个东西咱探究完了之后 基本上咱们底层的 大多数难的问题 已经全部解决了 还差一个数组就啊 数组类数组 那个就简单了 来啊 this一共就四条 就四条直指点 就跟咱们那个预编一样 它非常简单哈 咱们探究就是不同情况下 这个this到底指向是什么 把这个指向弄清楚了 以后咱们用这个this 用的越来越灵活了 而且它很强大 先看第一条哈 this一共就四条直指点 这四条直指点也不用太多解释 就像这个写的一样哈 第一条 函数预编译过程中 听我说函数预编译过程中 this指向的是window 举个例子 我函数执行之前 是不是得经过一个预编译 预编译会把一些东西 该提升的提升 该怎么着怎么着对吧 行了 这个预编译的时候 是不是形成一个AO 对吧 AO里面首先第一步 都有一个A对吧 然后是安定办的对吧 然后形参十三相统一对吧 那些事先不管了 然后先把这个B 是不是挂到这 这是预编译的一个过程 对吧 对不对 没问题吧 预编译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假如说你有十三的话 咱就把这写上吧 你有一个十三的话 写个E里面 传一个C的话 这个C肯定会到这来对吧 然后C等E最后对吧 还有一个过程 这个预编译形成完之后吧 这个AO里面 不只是有这么些东西 你想 如果只有这么些东西 那个arguments 才上哪放文的 是不是arguments 总得放个地方啊 对吧 arguments实在列表呢 对吧 实在列表究竟放到哪啊 它是放到AO里面的 在预编译的时候 这个arguments 它就是这样的了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arguments的一个现象 然后还有 在预编译过程中 这里面还会有一个this 这个this指向的是window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this指向的是window 如果说 咱们像原来那么写 你new一个test的话 把这个test当作 构造函数来new的话 这个时候 它里面的this 会发生一个变化 这个时候 它在会第一行 会引识的 work this 等于一个对象吧 其实引试的work this 应该是真实的等于 object点create 然后放test点prototype 这样的话 是最精准的写法 能懂我意思吧 就和直接写那个差不多 你直接写的话 你是不是这么写 然后放test点prototype 其实最精准的 应该是上面这种写法 能懂我意思吧 最精准的应该是这么写 这个事先不讨论了 就是你newtest的话 它会让this等于 这个东西 就会把原来这个this 给替换掉吧 对不对 这是new完之后 但是你不new的话 原来那个this 人指向的就是window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是第一条语法 叫预编译过程中 this指向window 咱测验一下 哎呦这叫私信裂费的 切自己的对吧 来看一下啊 刷新 刷新了 因为这块执行这个嘛 打inbase对吧 刷新 它是不是指向是window 看到了吧 然后我逮出window来 你看是不是也是这个 window是个对象吧 window就是go对吧 window就是全局 所以没问题吧 第一条 第一条书没问题 一定记住啊 第一条书没问题 对吧 预编译过程中 this只要window 然后全局作用预理 听我说 在全局作用预理 在go里面 也有一个this 它天生指向的也是window 也就是在全局 在全局啊 在这儿 我直接打this 是不是像pustle log this了 一回车 是不是还是window 对吧 这两条支持点就没了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然后看第三条 第三条也是咱们学过的 叫calf apply 可以改变函数运行时 this的指向 这正常吧 对吧 calf apply 一calf是不是就改了 对吧 不管预编一是什么 我calf那天也是不一变了 对吧 这回事啊 第四条 第四条是什么呢 第四条是一个这样的小例子 比如说一个obj 里面呢 有个a console.log this.hat 或者this.name 然后呢 这块有一个name abc 现在啊 现在我obj obj.a 执行 a执行的话 是不是里面有个this console.log this.name 那这个this是谁呢 这个this是谁 这个a函数里面 this是谁 就看谁调用a 如果obj调用a的话 那就是obj吧 第四条 第四条讲述的一个问题 就是谁调用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this指向的就是谁 难道的意思吧 如果没人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自己像一个定义出来的函数一样 空执行呢 比如说 我这个方法在全局的范围内 我test的执行呢 它里面this是谁 是window吧 说没人调用它 对吧 没人调用它 自己空执行吧 自己空执行的话 是不是走预编1 预编1的话 里面是不是是window 对吧 你这样的话 这样一个对象 点方法调用它 它同样还是会走预编1 但是走完预编1之后 它里面的this 会再次变化成调用者 对吧 会再次变化成调用者 所以这种情况是谁调用你 this就是谁 能懂我意思不 没问题吧 然后this完事了 就这四条 太简单了 我觉得也挺简单的 看看题吧 曾经我在这个部门 出了一个非常霸气的 一个比试题 这个比试题一共就12道 但是非常经典 每一道题都考到精髓了 就这道题里面的第12题 就是考第12题压轴 最后一道题了 这就是考this的 这题弄明白了之后 this咱们一码听出来 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name111 save console.info和console.log是一样的 info只不过是加这种标记的一个答应 fun等于a.c a.c不执行 我一边写一边看题 哎呀一边写一边看题 fun 然后呢 a.c 执行 然后more一个 more一个b等于啥玩意儿 等于个这个 333 应该也有一个c吧 我记得这块我记得这块应该有一个fun一个参数 然后执行参数 b.c 然后b.c 里面放a.c b.c 等于a.c 然后执行b.c 保存 ok 我看能不能执行出结果啊 好有结果 ok 行了下课休息五分钟